大家好,我是Tricia,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星期日深夜西甲第三輪上演激戰,巴塞隆拿將為情歌球場挑戰維拉利爾 這場賽事安直播為大家送上演場直播 雖然兩隊上輪都獲得賽季首場勝仗,但巴塞隆拿新賽季防守演出明顯更勝維拉利爾一籌 況且巴塞隆拿上季雙重環都能夠零封維拉利爾 所謂金帳巴塞,全取三分應該問題不大了 在國外四個賽季,維拉利爾都能夠至少以西甲第七名的成績完結賽季 但這段期間他們在聯賽首輪不是打和,而是贏球 但今季首輪在主場被貝迪斯絕殺 這亦是他們自2018年首次遭遇首場敗將 而上次遭遇首場敗將的賽季 巴塞隆拿就是以西甲第14名的成績完結賽季,令他們令人擔心他們的前景 但幸好的是維拉利爾沒有受到這些不利因素影響 球隊上輪憑著,借拉特摩蘭路一戰定江山,贏馬洛卡收獲賽季首勝 同時也終結了連同季前備戰的友誼賽在內的多場不勝 要指出雖然維拉利爾上輪完成零封,但對手馬洛卡攻擊能力向來也不太好 而維拉利爾防守專注度也有待觀察 始終之前他們一度連續六仗降下賽事也有失球 當中更試過單場失四球 同時維拉利爾不論是新賽季西甲或是季前的備戰賽事 進攻火力也不是這樣 連續當場降下賽事入球數字也是一球或以下,伸援索諾夫 來到之後並未交出令人滿意的成績 今來面對防守物不透風的巴塞隆拿 維拉利爾遭遇領風也不出棋 陣容方面後衛艾伯圖摩蘭奴以及中場法蘭西斯高基聯系雙缺 另一邊雖然巴塞隆拿首輪聯賽不至於遇到首場敗將 但與上季驚險虎級的加泰 緩和收場就令人大跌眼鏡 幸好上輪回到主場 帕迪江沙利斯以及費蘭泰利斯的見攻下 球隊二比零元聖卡迪斯 兩輪過後有4分勉強可接受 考慮競爭對手王嘉馬得利取得聯賽開局三連勝 所以今將巴塞不容有失 否則就會早早落後較大的分岔 令到他們在充滿上處於不利狀況 而從前兩輪的表現來看 巴塞進攻發揮低米 風扇王牌令雲道夫斯基無疑是最灰禍首 這位上季金蝦得主竟然一球未入 而在35歲高齡之下 他的狀態出現倒退 同時比諾利的停賽 亦令到他進攻上少了一個選擇 而數上加傷的是 上輪入球功臣帕迪江沙利斯 亦受到傷病困擾無縣出戰 所以在這情況下 上輪後備破門的費蘭托利斯 或取得正選機會 相比進攻 巴塞的防守令人比較放心 兩輪都能力保大門不失 加上季兩次面對維拉利爾 能保持清白之心 毫無疑問防守才是 巴塞金像增盛的武器 陣容方面後衛阿拉奧組是雙拳 下載M直播APP 隨時隨地有波體